救護車來到墾丁河山廠的出水口 因為有人溺水 只是這次發生意外的是一名消防員 現場一度沒有呼吸心跳 送到附近的恆春旅遊醫院 情況出現好轉 再送男性患者一名 約50歲 火卡 送往恆春旅遊醫院救治 後續追蹤有恢復生命真相 溺水消防員 隨即被北送到訪療醫院 最後來到高雄高醫 但下午2點左右 仍宣告不治 溺水生亡的消防員 隸屬台中消防局的張姓組員 他跟3名同事 7號從台中出發 一行人共有4名教練 7名隊員 包括張姓男子在內 有3人準備考潛水證照 第一天順利在泳池熟悉設備 沒想到第二天來到海邊 就發生意外 都新手 對 他們已經有在我們游泳池這邊訓練過了 游泳池的時候表現怎麼樣 還不錯啊 據我教練回報 說他有比較緊張 台中市消防局 事後接獲同行夥伴通知 才知道有人出事 但由於他們利用自己休假 自費南下考照 意外發生後 消防局也緊急派遣一名幹部 南下關心 根據氣象組資料 出事的海域 當天雖然沒有長浪警戒 但浪高人逼跡兩米 因此就算四周有各種屏障 風浪人比平常還大 由於溺水的消防員 這次是私人行程 家屬跟台中市消防局 都不願表示意見 因此真正意外原因 恐怕只能透過香宴 來進一步釐清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